大家好 我是大發 歡迎來到大發唐樂閣 今天要介紹的桌遊是 鐵道任務 歐洲版15週年版 在鐵道任務中 玩家要成為鐵道大亨 流利整個歐洲各地 遊戲的目標十分簡單明瞭 玩家要利用自己手中的車票 在廣闊的歐洲地圖上 放上自己的火車 盡可能完成手中任務卡的任務 賺取最多的分數 贏得遊戲的勝利 所以在遊戲中 玩家要做的事情十分明確 搜索車票 旅遊放火車 抽任務卡 而鐵道任務 歐洲版本來就比 基本版多一些變化 比如說車站的使用 或最遭的運氣規則 還有強迫使用萬用 彩虹車票的渡輪 都讓遊戲增添的變化和趣味 最後15週年的 鐵道任務 歐洲版 除了經典的基本規則外 也附上了許多變體規則 讓玩家可以有多種嘗試 那麼準備好了嗎 拿好你的車票 讓我們跳上火車 出發吧 當你喜歡一款桌遊的時候呢 你會喜歡它什麼地方呢 豐富的配件 漂亮的美術 簡單二要的規則 大發認為 鐵道任務就像是個好學生 有恰如其分 將大家的元素 確確實實地掌握到 更重要的是 他非常平易近的 大發非常推薦 玩膩的 很像團康類型的桌遊 想要更進行一步 踏入桌遊這塊世界的一塊入門磚 但這也是他的缺點 如果你更喜歡桌遊那種動腦撕殺 絞勁腦筋的感覺 很抱歉 鐵道任務的皮靈技能可能滿足不了你 運氣的成分重 策略單純目標枯燥 都會讓你覺得少了什麼 但沒關係 歡迎你掉入策略這個深淵 大發在坑裡的你 別忘了 鐵道任務的分類是家庭桌遊 適合一家大小 簡單上手同樂的遊戲 如果有新手朋友想要出場桌遊的魅力 趕快跟他一起來玩鐵道任務吧 對了 最後岔底下 如果不管 鐵道任務歐洲版原版 和15週年的價格高低的話 要選哪個版本呢 兩者都擁有大發會建議你 如果你沒這麼愛鐵道任務 只是想玩玩的話 那就買原版吧 你可能會想說 15週年版本的鐵道任務 我配件不是提升了嗎 嗯 或許是這樣子沒錯 小火車都換成更多一無二的繽紛火車 不過呢 15週年的卡牌 大家發覺有點失去原版那種典雅的氣氛 彩度太高的圖片 有種炫耀自己爆發過的感覺 所以對大發最棒的鐵道任務的組合是 原版的卡牌 和新版的著色小火車 而這種組合呢 就是原版跟15週年 你全都要 一起跟大發一樣 跳進這個火車之中吧 今天大發堂子就介紹到這邊 終於介紹了一個比較新版本的所有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建議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歡迎來追蹤分享我們 掰掰